世界十大最高桥梁旁点 第一名在中国 建筑史的壮曲 人造的奇观 世界十大最高桥梁旁点 第一名在中国 这是建筑史的壮曲 也是人造的奇观 第十 矮扎特大悬索桥 在中国湘西 工程为双层公路 观光通道两用桥梁 四车道高速公路特大桥 桥形方案 为刚横加进两单跨选锁桥 高度330米 全长1073.65米 选锁桥的主跨为1176米 创造了四项世界第一 第九 霸林河特大桥 在中国贵州 大桥高度370米 跨度长达1088米 霸林河大桥离著名的黄果树搭瀑布不算远 从大桥上望许是危险而又壮丽的风景 第八 六广河特大桥 在中国贵州 高度 375米 桥梁全长1280米 六广河特大桥两点在于跨过极深的峡谷 而在效果图中呈扇面展开的红色拉索显得极为壮丽 第七 巴鲁瓦特大桥 在墨西哥 高度390米 全长1124米 耗字14.2亿 这座大桥的开通是庆祝并纪念墨西哥 脱离西班牙 独立200年 第六 海极礁峡谷管线桥 在巴布亚牛几内亚 高度393米 主跨为470米 这座桥不是一座过人的桥 而是一座油管吊桥 远远望去如横在高峡谷间的一根蛛丝 第五 清水河大桥 在中国贵州 高度406米 全长2171.4米 主跨1130米 是世界上最大单跨板横结合佳境梁悬索桥 亚洲第一的山区双塔单跨刚横悬索桥 第四 压汉河特大桥 在中国贵州 高度434米 这座主跨长达800米 全长1450米的大桥 是世界上最大跨境的刚横梁斜拉桥 也是世界山区斜拉桥之最 第三 普利特大桥 在中国云南 高度485米 普利特大桥是震惊世界桥梁界的杰作 2015年建成时 不仅是世界最高的悬索桥 而且是各种桥梁中桥面最高的 第二 四度和特大桥 在中国湖北 高度496米 该桥是中国十年内第三座成为世界第一高度的大桥 同时也印证了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进展 第一 北盘江大桥 在中国贵州 全长1341.4米 高度565米 相当于200层楼高 这也是世界最高的桥梁 超越以往所有桥梁的高度 第一个突破桥梁高度500米的障碍 并首次成为拥有世界最高桥梁头衔的斜拉桥 以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